她的思念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过年过节都想回家待一待 可是每当过年的时候 又害怕回家 为什么呢 因为家里总是吹呀 你怎么每次都一个人回来呀 你的对象呢 对不对 你的女朋友呢 你的男朋友呢 这一天到晚都在哪呢 一天到晚就单身了回去 他们说你有男朋友吗 我没事 我怕我天天都在家 我妈天天说 所以过不过年无所谓 天天都是过年 天天都被说 有人说我的女朋友漏气了 你就不能退货 完了买一个不漏气的 所以我才跟你们说啊 以后你们要是过年回家的时候 爸妈问你找女朋友的时候 说女朋友怎么不带回来的时候 你们就把爸妈妈带过来看我的直播 说我是你们的女朋友 完了你先跟我提前打好招呼 完了我管你妈妈叫阿姨 我说我是谁谁谁的女朋友 因为工作比较忙嘛 钱比较好拽 所以不能够就是休息去看你 希望你不生气 这么坏了 这样又安慰了你的父母 又安慰了你 又让你过一个比较清闲的这个几年 对吧 过年真的是 哎 以前很小的时候 觉得过年特别好 因为我好多的吃 因为我好吃的菜 好吃的零食 还有压醉钱呢 拿着钱可以买鞭炮 拿着钱还可以出去买麻辣烫吃 就没人管得了你 等你长大一点吧 上了个小学五年级以上嘛 每天过年就很烦了 虽然说还是好东西吃 好东西拿 还有岁钱什么的 可是每次都有大人问你 期末考试考的怎么样啊 成绩好不好啊 啊 啊 这个在班上排第几名啊 全年级几名啊 初中高中那更是了 到高中你考什么大学啊 什么的 好吧 等你到上大学的时候 终于不怕别人问你成绩好不好的时候 先是问你找女朋友了嘛 后来你说你还小呢 才大一呢 怕啥 然后就问了 你以后想学什么专业呀 就你想找什么工作呀 对不对 你这个专业课学的好不好吧 准备考什么证啊 英语四级过了吗 英语六级过了吗 计算机证拿了吗 完了 等你大学毕业出来 找什么工作呀 工作工资高吗 啊 啊 然后你有一份完美的工作之后 天天就问了 怎么不找媳妇啊 对吧 你媳妇拿进来 你条件这么好 怎么就看不上别的妹子呀 先问两年 再问完两年之后 就开始问了 儿子 你是不是有问题呀 你是不行还是不爱女的呀 跟妈妈说 你放心跟妈妈说 妈不怪你 你是不是跟你请示那个 手有一腿呀 啊 你跟妈妈说 妈妈这么不怪你 是吧 反正我跟你们讲 就是每次过年最悲剧的 就是永远都逃离不了 这样的问题 好烦哦 是不是好烦哦 真的是好烦哦 真的你说 你说自己家里爸妈天都来家 不过你就算了 等过年过节的时候 爷爷奶这拜年人问你 然后完了七姑婆婆八大姨 都过来半年的时候 你给他们半年的时候 永远都是这样的 好烦哦 他们说你四川哪的 没有了 我学四川话 我不是四川的 我就觉得这个好烦哦 好好玩 对对对 比如说 比如说你找的女朋友了 后面还有延续啊 比如说你找的女朋友了 完了就开始问了 哎呀 什么时候结婚呢 就是女朋友是干什么的呀 女朋友爸妈是干什么的呀 都合适了 就趁早结了吧 好 等你结了婚之后 什么用要孩子呀 都这么大岁数了 再不生一会儿 你媳妇公邻产妇啊 好 等你把孩子生出来了 你孩子成绩好不好呀 你孩子准备上什么学校啊 完了就开始了 你孩子怎么还不找女朋友啊 啊 这样一去循环 真是疯了 对呀 就是无限循环 太坑爹了 对呀 所以我觉得 你永远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气姑婆 八大姨 每年都能够不厌气烦 问你同样一个问题 是不是烦死了 但是 当然讲句实话吧 这个怎么讲呢 我觉得过年 就是这样图分热闹 虽然说家里的亲戚朋友 问的是比较让人觉得心里很烦躁 但是也就一年就能见那么几次面 也就那么几天的事 烦躁就烦躁一下 还是家里好 对不对 有时候还是要这个过年过节 还是回家看一看 团个圆 是吧 挺好的 来 谢谢大家送我的金砖 马上四千块了 有金砖的朋友加油哦 加油 对 我也觉得 这个话说的很好 小的时候对过年是一种期待 大的时候对过年是一种烦闷 觉得过年很烦呢 觉得烦死了 又要买年货 又要花钱 还要给别人给压岁钱 可烦了 可能再过两年 你就觉得过年是一种麻木 是例行公式一样 每年都有这么两天 过着过着 就没有味道了 他们说你有酒窝吗 我没有酒窝 我有肉 他们总是我有胡子嘛 一看我说话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好像黑黑的 其实这个是因为肉太多了 所以接着出来的阴影 肉多 你的办法 对大家有金砖的刷眼金砖 有钱的就刷点铃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这是肉屋 我给你们变个魔术好不好 他们都说我脸上脸胖了 真的是因为这个灯光的问题 我换个灯就变个样子 你们信不信 你们信不信我换个灯样子就变了 不信吗 你确定不信 我给你们变一个 已经 recon身了 我们下期 fusion宝了 在我们下期间 有很多 有准备